大家好 我是五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這一節說魏康先生 他是一個 很特別的人 很傳奇的人 陶傑說他是 最誠實的老人家 他是不是最誠實 終於是自己 每個人看的東西都不同 他當然過身 很多人憑調他 他回顧他 講過的金句 沒錯 我們都跟大家講一講 有些什麼要講 先給個like 五元雞Patreon沒有廣告 包括你聽得很快 這期有很多東西 好了 我們講一下魏康先生 魏康先生離世 其實他曾經 有很多人說 他好像一個神的預言家 預言家 對 因為他很多 他的 寫作品裏面 或多或少 好像講中了 香港也好 或者環境的變化 真的好像 他一些故事書裏面 小說裏面 講的東西一樣 當然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有些事情 魏康先生 很多人都現在 拿出來講 其中 他身邊有很多 不同的朋友 什麼什麼都好 而是我來講的 他的經歷 為何報紙都說他 報紙都說他 是一個人大了之後 來了香港之後 竟然 反共呢 報紙也是這樣寫 他自己 在訪問他 這個他出了名字 是的 是不是真的 他對 共產黨 有些獨特的見解 其實 在他的獨特見解當中 可以了解到什麼呢 很多都是他自己的 提法 是不是他這些 經歷過不同 一些很出奇 很特別的事 導致他 在寫作上 可以天馬行空 裡面很多 哇 幻想 令到更加 他有潛尖性 因為那些 故事書 小說是很久以前的 都不是近代的 六幾年 在說 五十幾 七十年 六七十年前 為書里的小說 都說了很多年前 都不是新鮮事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究竟毅康先生 究竟 他的 他在內地出生 是不是 他在上海 是一個 叫做知識分子的家 長大的 他曾經 他自己 我看過訪問 其實他以前 有一個訪問 我看過 也說過 他在上海 身於知識分子家庭 十六歲 他為了追尋烏托邦的理想 所以 去了大學 大學 受訓成為公安 公安 他做公安的 他做公安的 是啊 然後 今天 經歷過 毛澤東的年代 土改 鬥地主 哇 他這裏很精彩 他那時候 訪問了 他說 很有趣 他初初 他說 那時候 大家如果知道 清末文初 然後 軍閥割據 然後 國民黨 然後 共產黨 那時候 一個一個 朝代 經歷過 很多 日本侵華 那些事情 重點 一開始 艾康先生 在訪問裏 其實有說過 一件事 他說他想不到 兩個黨派之爭 這麼快就完結 是嗎 國民黨和共產黨之爭 沒有想過 他說他沒有想過 他說他沒有想過 他當時 他學 就是 知識分子家庭長大的 可能畫多畫少 有很多書看 很多東西 他吸收了 他說 沒理由 黨派之爭 會這麼快完結 一聲就完結 大家明白 意思就是 國民黨 退去台灣 共產黨 在中國 掌棋 到這個位置 他說 那時候 他接受訪問 這些Youtube 可以在網絡上 可以看得回 艾康先生 他說 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 這麼快完結 就是因為 共產黨 當時受人民擁戴 是 他得到 他們的期望 人民的期望 所以 他說 那時候 他也加入了共產黨 他加入了共產黨 因為 他們的 理念 抱負 他覺得 哇 好像OK 挺正 所以 他當時 就 做了什麼 公安 經歷過很多事情 內地 其中 他就說 土改 土改是什麼 大家都很流行 鬥地主 不是現在的鬥地主 他說 那時候很有趣 他自己講的訪問 大家可以重溫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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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為什麼 他有一個 叫做 逃離了 中國內地 逃離了 當地 走到香港 他說 其實 那時候 他想著 因為他覺得 共產黨的理念 和他自己所想的理念 有出入 他想著 是不是 以文為先 以農為先 那時候 他說 不是這樣的 其實 都是有分階級 像上司 他就說 就好像這些 他覺得 都不是我們 那個理念 不是他那個理念 所以 他就 都想著 有一個 離去的意頭 其中 他講到 鬥地主的一幕很精彩 那究竟 究竟 究竟 有些什麼呢 我們可以 我引述一下 以前藝康先生說的 究竟有些什麼呢 他說 鬥地主 那時候 要寫原因 通常就是 地主 因為有什麼事情 要拿出來批鬥 地主 他說 這個 都不好笑 最好笑的 是什麼 其他 原因 叫其他 他說 你有沒有搞錯 其他 這樣也可以 去到 遇到這些 他說 其實 試過 他寫地主 然後 他不想寫下去 因為他說 其實地主都分很多種 真的 他是擁有這個地的地主 有些是因為 抓押人民 偷騙拐騙 搶回來 那些 有分不同種類 但是他說 別人叫他寫 批鬥地主 他就說 什麼才行 什麼地主 惡劣地主 邪惡地主 或者什麼 好了 他原先打算不聽話 他也是一個很橫屁的小朋友 差點被人批賣 他自己有說 到了1955年 他離開了內地 去了香港 然後 大家都知道 他寫了很多東西 開始在寫小說 寫小說 其中 報紙也是寫 寫他 魏康先生 是一個叫做反共的作家 他也表明過 他不相信一國兩制 對 大家都知道 他是非常出位 有些言論 他自己都 其中 一件事 就是 那時候有一句 有人說 一看到魏康訪問他 他就說到 那句說話 什麼 有人說 你說 什麼妓女 給共產黨可信 是不是真的你說的 魏康就說 無辜的 這句話都不是我說的 我被人冤枉的 魏康就說 哭怨 他自己都說這些 究竟 你也知道 一掛了牌頭給他 然後 就不斷折落他 有很多東西都折落他 其實 你說他本身 他清楚 國內的制度 他是清楚 他是知道很多事情 因為他是一個 有經過的人 有經歷的人 所以 他自己可以寫到很多 古靈精怪的小說 裡面 有些人就說 哇 這麼天馬行空的東西 竟然 有一個叫做政治神預言 有什麼政治神預言呢 因為 魏康先生 有一本小說叫追龍 我對他的小說 當然不是超級熟悉 我知道很多他的粉絲 肯定是 那就是小說的那些迷 因為 在追龍裡面 有一個 講話 就是 經常都說 東方大城市 會毀滅 說到幾個人的狂妄無知的決定 就可以令一個大城市徹底被毀 有些人就說 嘩 厲害 為何毀康那些作品裡面 可以一早預見到一些東西 當然 毀康出來說過一件事 他看得通透 毀康說 是1983年的 你想想 不是說 二千年打後的東西 是1983年 《連載小說追龍》裡面 當中 預言過 東方 將會有一個大城市要毀滅 要毀滅這個大城市 不一定是天災 也可以是人禍 人禍 不一定是戰爭 而是幾句話 幾個人 愚昧無知的行動 可以令到大城市徹底死亡 嘩 無必要摧毀大城市的建築物 無必要殺死大城市裡面任何一個市民 甚至乎 就這樣看 這個大城市跟之前一樣 原來 只要將它的優點消失 就可以足以令到它死亡 那麼這個是1983年 《毅康》 在這個報章裡面連載小說 追龍其中一些所謂的預言 現在大家拿出來 你說預言而已 其實它說 它說它對一個城市沒落的看法 這個 1983年 1983年 其實 只是這樣說 等於一個藝人的 形象的面亡 你只要將它的優點全部消失 它的人還在 不過這個 已經不是誰了 這個意思 其實 可以這樣說 他 網上 每個人都說他很厲害 其實當時 艾康是自己說的 他說 這件事你們自己 就是 那句話 在今天用 沒有味道 可能 十日後 發生了一件事 對來用的 嘩 神醫院 沒錯 就是那些東西 當然 大家就會在這個時候拿出來 去炒作 他 艾康先生 他曾經承認一件事 他說 他很體重一件事 什麼 言論自由 他自己說過 他說 言論自由就是自由之母 竟然是這樣 是啊 艾康也很坦白 他自己告訴大家 他沒有預測能力的 你不要當我印度神童 是啊 這件事 艾康先生都很謙虛 其實 我記得 有一個訪問裏面 艾康先生 他自己有提及到 他對現在這個 中國 的看法 他曾經直言 他說 寧願 回到毛澤東時代 他自己是這麼說的 他寧願回到毛澤東時代 有的 十幾年前 十年前 這個訪問 十年前 十年前 這個訪問 十年前 怎麼跟二哥 我想 帶出一件事 就是說 他自己 他的觀點就是 因為 他覺得 內地 都有一個叫財富壟斷的問題 哦 反而他說 毛澤東時代 大家窮 可能會開心些 可能會好些 就不會說 財富壟斷 然後 一小撮人就 富起來 他覺得 這個算不算是攬炒的看法 我不覺得 大家都窮 我覺得 不是說攬炒的看法 他的意思就是說 最慘的是 有錢又有權 聚在一邊 他不能夠去 因為 毅康先生 常常說自由 他人 原諒我 他人很特別 不機放縱 沒錯 每個人 他自己的看法 但是 我看完 他的訪問 當時 當然 我覺得 好像不是 大家窮 沒理由 好事 當然 國家就是弱 大家窮 可能大家 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 你這樣 我覺得 好像有一點 好自己的圓景 因為他的烏托邦 是很特別的 維斯利 不用有錢 好像不單 天馬 行空 大家中菜 沒有比較 他想找一個落土 很注視落土 所以 當然 他自己也說 他不相信一國兩制 他說得很白的 他曾經接受 亨槍集 亨槍說 訪問 就說 益述回歸之前 那個時任新華社 香港分社社長 許家屯 就說 曾經邀請過他去內地 走一走 其實 都不是什麼 他的名字 其實 大家都知道他人是怎樣 但是 關於新華社那邊 都肯 找一下 你回來看看 其實是否真的 好像你這樣想 國家 他就說 他 很囂張 他都頗執著 對有些位置 他說 可以的 你叫我回去可以的 但是我打算 用一個團體名義回去 什麼團體 他說叫做 反共作家回國考察團 然後 他就說 別人就不騷擾他了 他就說 很斯文 你想想 以前 現在 你嘗嘗這些 嘩 其實 先不要說 煽不煽動 很好的 就是他 毅康先生 一直都 有人 冠以他這個 名稱 是不是 但是 他說 大家覺得言論 是不是極之出位 他又不是 他又不會說 刻意 天天就 在那些 他在以前的 文章裏 在他自己的小說裏 在他自己的幻想空間裏 那當然 有人 其實小說是一個聯想 不行的 現在要禁書 禁什麼書 是不是 內地都報 所以 好有趣 所以 所以 在這個位置上 很奇怪 所以 你說 我們說出來 嘩 這樣 如果你想想 藝康年輕 七十年 被捕了 是不是 你想想 他成為什麼人 會很不同 當然 他的經歷 這些是他的經歷 其實他講了很多 他裡面 有很多的 說法 甚至乎看法 一直 都成為 有些人 就說 叫做 發人心醒的 金句 我們看看 他究竟 說了些什麼 魏康 說香港人 移民 移民 是不是 他說 英國 不是有一個荒島 在南美洲嗎 他說 叫香港人都搬過去 不如整個香港人移居到荒島 然後再過了兩三十年 那裡就變成另一個香港 一早就這樣說 那時候是八九年今夜不設防港 那時候你不走 現在不能走了 沒有了 他說不如在那裡 設多一個香港出來 其實他有一點味道 為什麼一個荒島 可以過了二三十年 變成另一個香港 香港人 那種 那種 倒下頭下 倒下 你給他一個白紙 他也可以幫你做得多漂亮 其實都 有讚有彈 在這些說話裡面 你可以想到 他是不是想說 香港人有些那種 裂根性 所謂的 就是很喜歡做 倒下頭 不管那種 生活的節奏 就不管了 總之拼命做 他自己都是這樣的 他本身都是 帝康 帝康 是啊 他不斷寫狂寫 他自己稱讚自己 說他 世界寫最多字的人 看字 看字的人 好了 第二件事 他曾經評論過前特首 林鄭月娥 現在說的是前特首 他說他是冤枉的 19年的時候 說他是冤枉的 他說有什麼辦法 他在後面 有人扯著他的線 真是 魏康厲害 是通告 第三件事 就是 說一下 他說 他說 香港有什麼優點消失 會導致被毀滅 這個是魏康先生的看法 就是關於言論自由 我猜都是這樣說 是啊 他說 他一向都是談這件事 是不是 好了 另一件事就是說 第四個金句 人類 怎樣會進步 他說 人類 之所以有進步 就是全因爲 下一代人 不聽上一代人的話 這個是事實來的 是啊 這個 但是有些人是不行的 你也不行 家人 我知道 很多人都不行 按著那條方法 最重要是穩定 你穩定工作你就行 就是那些道理 很多人都不準備 所以 要求突破 那個突破 就是要 我和你一樣 沒有你一樣 都是這樣的 大家都是跑步的 那你又不是做得特別好 叫人跟著你 所以現在世界政府 都是有改變的 是嗎 求突破嘛 你才有進步 有改變嗎 嘩 他現在定立的規矩 不是新的突破嗎 什麼 KPI那些 八天要交一些報告出來 是不是 那你就突破了 這樣才有改善改變 是不是 那 他說了 說面子 他說 絕大部分的人 認為 是沒有面子之極 什麼 絕沒有面子之極 不知如何下台示好 但是在別人看 根本就不是什麼嚴重的小話 嘩 他們有些抽水 就是他講面子來講 是啊 他講 沒有抽水的 這個也是事實 很多人是 最重要 因為沒有臉 就糟糕 是啊 出來做事 不可以 他的意思就是 很多人都不可以 明知道 你再撐下去 都會有好處 他覺得 別人會覺得 看小的 你看他 什麼什麼 這些就是個人的感覺 他說 其實在別人的眼中 別人不是這樣看 你自己看 看到自己 去到多高 好了 說一下魏康 談及這個好事壞事 說做好事做壞事 他說 人總是喜歡做一些好事 就讓鬼神知道 但是 什麼意思 拜神做好事做善事 看天 我做好事 職福 林二汶 可以說一下 他說 做壞事 總以為鬼神不知道 他的意思就是 嘩 你都幾為難 鬼神 你做好事 就想我知道 如果有鬼神 如果有事 這個世界上 你做壞事 你又不告訴我 這樣 他說 很難搞 你叫神 叫鬼 他說 你的人 你都幾有趣 幾簡宅 永遠 利好自己 不利好自己 盡量掩住 沒有被人知道 當然 另外 他也說過 怎樣去徹底摧毀大城市 另外 就是說 說美女 說美女 對 他這樣說 或者 美女 美女 是可怕 越美女 就越可怕 他說你是最可怕的 哇 讚人 這樣 讚 讚 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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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那些人 他用新冤 他用新冤 新冤 他說 他自己的報紙都敢寫 藝康先生直指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 哈哈 哈哈哈哈 我這樣伸冤 發結 我想幫他鬥 真的不敢寫封面 但是 所以 明白了 原來是這樣 其實 他也說了很多東西 在文字上 在他的小說上面 你當是一個 用思考自己的嘴著 他究竟 說了什麼 不同人 有不同的看法 他的小說 是厲害在於這裏 因為你不同的角度去看 是立體的 是立體的 不是平面的 怎麼看也好 你這樣看又好像不同 這樣看又好像是另一個見解 當然 現在 很老實 他的離世 我們都說 不是說我什麼 最近 一個一個 真的 不是最近的 做人永遠都是這樣 是 沒辦法的 其實也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人 他在寫小說方面 或者他的言談方面 都是比較出位 但是 他的歷史 他自己的經歷 更加 更加 是一個非常之 可靠 所謂的可靠 的人 因為他經歷過 你信不信一回事 你信不信他講的一回事 老實說 你說以前的世界 根深蒂固 就有過自己的想法 如果時代變遷了 這也會有不同的 為何我說他講話 他以前經歷過什麼 那又怎樣 這個世界會變的 你頭髮都會白 都不是那些人 所以 為何那時候 新華社人 邀請他回去 看看 背後的意思 他就是 老頑童 那時候接受了一些訪問 他都說 唉 他說 半個身 一邊有知覺 一邊痛到死 他說他吃東西又沒有味 然後他很多 白病前身 去到後期 更加 連走也不行 他說走三分鐘 那天 他說他自己好像一隻豬一樣 不是吃 看報紙 然後就睡覺了 但是他自己很樂天 他自己 其實一直 活在他自己一個很理想的烏托邦裡面 在腦裡面 在腦裡面 能不能夠這樣 到他現在離世那一刻 我相信在這個地球上面 都沒有找到這個烏托邦 真的 有人的地方有烏托邦 所以 所以 你不要刻意說 哪個地區哪個國家 或者什麼事 有些什麼 是吧 其實 一念天堂 一念也不一定是天堂 有時候 我可能都要等不知多久之後 大家輪迴結束 才有機會再看到烏托邦 你怕不到我說 一念天堂的意思是 其實那個世界沒有變的 我知道 不用說輪迴 輪幾次有人 一定是 讓人有貪真次 上了月球 或者上火星 我們出生的時候 可能是 你身邊沒有人就可以 只有你一個就可以 好吧 那怎樣也好 我和你也有些 譬如大家的看法也有些不同 人與人之間 十幾億人 哪有說 一致的 想事情 黃之華也說過 說什麼 哪有可能 一個話 就著一個話題 大家都 agree 不可能 不用他去說 我都不認同他 我都知道 我認同他都可以打他 沒錯 人的東西就是這麼複雜 沒錯 就這樣 拜拜